不能简化 还是要照它的那个来做 然后自动调整栏宽 OK因为没问题 然后A1.slat就是选取 然后切回到问题1 或者这个你如果怕做错了 你总表一般都第一个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1也可以 切回到第一个 然后这个没关系 然后取消选取 在A1.slat 有没有再放回去 好结束了 OK 好这样子 基本上我们改完之后 基本上看起来蛮多东西 都可以删掉了 所以把它删完之后 大概所剩就无几了 所剩就无几了 等于是说留下筛选 然后复制我改了这一个 OK好 其他的话 这个只是一个简化 我等一下再把这个程式 再贴到云端上给各位做参考 上面会多一个简化 简化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 我觉得可以跟各位再分享一下 输入的时候 我们是用input box 不过 有一个input box 我觉得更厉害 为什么 如果你输入是 非文 比如说你今天一定要让它输入自串 或者一定要输入数字的话 这个input box 它没有办法帮你 帮你做那个过滤 另外在那个 有一个叫什么 application 所以你要在这个前面打一个application 电 那这个input box是隶属于在application这个物件里面的 那原来那个input box是隶属于VBA的 两个不同的 但是作用呢有什么差别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这个 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 找一下 那 因为我之前是刚好有用过 我觉得这还蛮方便 它主要就是说 后面还可以再加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叫 逗点 里面有个叫type 这个type的话呢 你打一个typ 因为它很多参数嘛 那其中一个参数的话 就是这个type 然后冒号等于 这个冒号等于意思就是说呢 你要传给它的 是type那个参数 因为它参数很多个 你不可能一个一个一个加 你就是type冒号等于 告诉它说 那个参数 是一定要是文字 那可是有的时候 你不知道这个文字 你哪一个是文字 对不对 我的习惯是这样 它里面都会有说明书 记得就是按F1 F1按下去之后的话 这里面会告诉你 哪一些参数 你会发现这边有个type 那type底下的话 有一个interval 就是它type的型号 如果是1的话 就一定是输入什么 数字 如果你不是输入数字 它不给你过 如果是2的话呢 一定是字串 不过这边好像少 没有那个日期啦 所以顶多我是用1 要不就2 那这边因为 一定要是输入是 那个文字 所以就输入2 那你可以把它执行过 比如这边的话 假如还有一个是 这边要摇摇摇好了 OK好 输入 你会发现 第一个 input box一定比较小 第二个的话 如果你今天输入123 有没有 因为我type是2 一定要是文字 按确定 它还是可以过 type 一定是文字 一定是文字 123 会不会它把123 也当成是文字 来看待了 OK 这里 因为之前我用input box 最多状况是 过滤那个数字 是绝对不会有问题 比如说你这个地方 用type1 这个再看看好了 这个因为有这多一个 这个input box 我这个再试试看好了 OK 来画面先 还你试一下 试一下 那刚刚简化的部分 就有几个 我觉得里面最好用的 就是currentregio 这个.copy OK 那刚刚那个application input box 那个暂时 我们用字串 好像就不太 没有必要性 因为在 用在数字 我觉得很有必要性 但字串好像有点多余 那不过 再来就看说 如果我今天可能发现一个状况 菜头 对上菜头 那如果你在输入的话 它会卡住 所以像刚刚这种状况 就卡住了 那卡住的话 那当然 我们要避免这个卡住 所以你一定不能输入 你顶多就是说 要输入别的 先输入别的好了 不然它要卡住了 那如果不同OK 那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一下防呆 这里的话 在input box 输入完之后 我这边有个防呆1 防呆1的话 就是